5名黑衣男子一下車 舉著棒球棍助跑 衝向停在空地的這台休旅車 一人站一個點包圍休旅車 不斷朝著車窗 車燈引擎蓋狂敲猛打 導致休旅車車殼車窗玻璃 被敲到噴飛到空中 再掉落地面 地板上滿滿的車體碎片 而這群惡煞犯案完後 立刻駕車逃逸 揚長離去 平常出路比較複雜 那就是覺得說 其實被砸車其實也不奇怪 事情發生在今年1月份 新竹窮林鄉雯林村 只是這輛糟雜的休旅車 被砸車後沒有向警方報案 車子還直接丟在旁邊草叢 引擎蓋上 還被噴上大大的渣男兩個字 有恐懼感 因為說他那邊會影響我們 去到那邊吃東西 根據了解旁邊這處民宅 是大型地下非法遷渡站與賭場 警方當時埋伏時發現 人員出入複雜 而且鐵捲門聲鎖幾乎難以攻破 為了防止攻堅行動出意外 甚至出動裝甲車支援 快點進 快點快點進去 蒙力衝撞鐵捲門出動大批警力 賀槍實彈包圍 就怕屋內嫌犯強力反抗會朝警方反擊 不過還好最後順利控制屋內多人 搜出賭場設備 現金改造槍支以及毒品 但是二煞到底跟休旅車車主有什麼深仇大恨 還刻意挑在半年以後把先前拍好的 砸車影片丟到社群平台上 似乎在告訴車主把車砸了 但也無法提告 警方表示砸車行為涉嫌毀損罪 二煞也可能因此被依涉違法送辦 讓他們知道不能如此逍遙法外 東線新聞 孫中榮 新竹報導